脚指甲往肉里长怎么治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张艺西电集团医院 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 脚指甲长到肉里头 因为医学上把它叫看甲 就是说这个指甲从指头两边长到肉里面了 一般讲它的原因 一个就是说这个指甲受挤压了 挤压了以后指甲向肉板里面长 一般表现这个穿的鞋过紧了 或者劳累以后 再一个还有就是说指甲的外伤 或者脚指的外伤 导致这个指甲长到肉里面 一般轻微的话它会出现疼痛 再严重的话会出现脚指头感染 这个治疗上一般讲就是说 如果脚指甲长进去 如果是轻微的就可以对症治疗一下 然后缓解它的脊压 局部用效消炎的 它可能不感染会好 如果是脚指甲长得过厉害的话 然后感染的话 有可能要把看入的指甲剪轿 更重的有可能会把指甲拔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